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修养 美丽的容颜 典雅的气质 惊艳众人 由于不同的性格与选择 使这三姐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除为宋氏三姐妹的流影 中间的名院是宋庆龄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爱情故事 集聚二十世纪中国理想主义光辉和罗曼蒂克的爱情 从革命相识 到后面的相知相许 两人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完婚 孙中山在结婚前撰写了一副对联 京城无间同幽论 独爱有缘共死生 表达了对宋庆龄真情与牺牲精神的深受感动 宋庆龄曾谈及与孙中山的婚姻和爱情 他说道 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 我这样做了 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 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 那是日后我们之同道合的缘故 是顺理成章的事 宋庆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显端庄大气的一位 他独特的气质令人惊艳 图为宋庆龄最美丽的照片之一 拍摄于一九一八年 当时这位名院只有二十五岁 一拼一笑即显名院反 这张照片原本是黑白照略中红色 照片的右下角还打着外国照见馆的刚毅 一直悬挂在孙中山上海的故居 著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